大家好 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呢 是Teleform课程的第十一期 本期的主题呢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定义引用变量 什么意思 大家请想 随着咱们项目是越干越大 对吧 咱们要维护的文件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 那么呢 就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咱们呢 可能要在很多文件中 写上同样的内容 比如说咱们要定义的EC2 EC2呢 咱们引用的AMI的ID都是一样的 咱们不可能说 在好多个文件当中 都写上同样的一个AMI的ID 这样的话 一旦有一天咱们想变更ID的话呢 将要修改很多的地方 这个呢 肯定是不可取的做法 那么咱们应该怎么做呢 咱们应该把整个项目中 都会用到的地方 都会用到的内容 咱们定义成一个变量 那么在咱们模板中呢 仅仅去引用这些个变量就可以了 比如说 随着项目的发展 咱们引用的AMI 或者说引用的实力类型 当发生变化的时候呢 咱们仅仅修改变量定义的地方 那么所有的模板呢 都会生效 这个呢 就是变量的意义 让咱们今天就实验一下吧 好的 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只有一个 将TF描述文件中共同的内容 咱们抽取为变量 进行统一的管理 下面呢 是变量的官网 小马给您访问一下吧 Ctrl C做拷贝 这个是小马的官网 让咱们进入 大家请看 变量与输出 在这个地方呢 就给您讲解了 该如何去定义 以及使用变量 好吧 OK 小马呢 今天把变量的使用呢 都放到了我的课件当中 让咱们马上开始哦 好的 咱们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今天呢 有三个工作要做 首先 咱们先编写 变量定义文件 抽出现有模板中 共同的资源定义部分 然后呢 咱们编写TF资源描述文件 引用变量 以前是写死的ID 对吧 现在呢 咱们引用变量 然后呢 咱们做部署确认 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咱们呢 就使用变量 并且部署确认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